一星期一本书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文章来自作者一本书 房间凌乱的家庭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芬兰一则工艺片孤儿院中描述了这样四对父母 第一对爸爸看书妈妈说是屋子偶尔四目相对眼里都充满了爱意 第二对坐在一张桌子上用餐 偶尔互相夹菜彼此有说有笑 第三对站在樱花树下约会 旁边放着一个婴儿车 一家人其乐融融 第四对两人激烈的争吵 房间凌乱不堪生活一地鸡毛 孩子们看到前三对父母时笑容充满愉悦 眼神闪烁光芒 而等到第四对父母出场 他们的眼神则立马暗淡下来 整个人都被忐忑和不安包围 虽然片子只有短短几分钟 很多人看完都沉默了 有句话说 好的家庭氛围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试想一下 如果一间屋子里 脏衣服在柜子中缠成一团 床上的被子乱七八糟 到处都是没扔掉的垃圾 连窗户上都系着一层灰 当你身处其中时 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很明显不可能是愉快 而若是成年人都尚且如此 那么正处于成长期的孩子 难道不会受到更深的影响吗 要我说 房间凌乱的家庭 根本养不出有出息的孩子 公司有个同事雅南 属于很马达哈的性格 桌上的东西总是摆得乱七八糟 要用的文件都要找上半天 不管被老板骂了多少次都不改 家里也像猪窝一样乱七八糟 有次我去他家送材料 甚至连下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雅南只好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换来儿子给我倒茶 可没想到 儿子当着我的面顶了一句 要到你自己倒 我怎么知道茶杯在哪儿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反观他的房间 客厅的窗帘许久不曾透过光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霉味 沙发上散落着半包 没有吃完的薯片 厨房的碗筷 还是上周残留的 孩子的作业 大啦啦地摊在油泥的餐桌上 上面糊了黑乎乎的一团 一家三口 在凌乱的房间中 生活习惯变得一塌糊涂 其实父母是孩子的榜样 如果你一味地乱丢东西从不收拾 那么孩子只会做得比你更过分 人是一种需要秩序感的生物 整天在凌乱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耳濡目染良久 会变得暴躁焦虑和阴怒 而在多年以后 他自己的房间会弄得一团糟 工作上也称信不到哪儿去 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破窗理论 有一栋控制的房子 几个熊孩子经常玩置石子的游戏 一天 一扇玻璃窗被石子砸碎了 熊孩子看没人找过来 就天天朝着玻璃窗扔石头 没多久 这栋房子的所有玻璃窗都被砸碎了 后来 房子换了主人 玻璃窗都修好后 熊孩子又来光顾 当第一扇窗户被砸碎后 主人及时把它修好了 看到崭新的玻璃窗 熊孩子很羞愧 自此 这栋房子再也没有出现 第二个被砸碎的玻璃窗 我们都知道 一件坏事 一旦有人开了头 后面的坏事 就像开了阀的自来水一样 指都止不住 因为惯性会让他觉得无可挑剔 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同理 一个人如果从小生活在凌乱的环境里 这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会禁锢他一辈子 因为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告诉他是非对错 这样的孩子做事会毫无章法 因为当他们遇到问题时 如同面对凌乱的房间一样 想要的东西找不到 没有头绪 只能想到哪 做到哪 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 久入蓝室 不闻其香 久住脏屋 不觉其乱 看似一场简单的体力劳作 实则饱含 深沉的人生智慧 哈佛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 幸福感强的成功人士 往往居家环境十分干净整洁 而不幸的人们通常生活在凌乱肮脏中 房间如果长时间不打扫 便会布满灰尘 杂乱无章 连蜘蛛也会织往安家 到最后 连门都不想踏进一步 但如果一家人投入时间 花费精力 经常清理 房间整洁 而明亮 住在里面的人也会 舒适而安心 上周 去老同学家里做客 一进门 就看见拐角的鞋柜 摆放整齐 尤其是客厅 大大小小的东西 摆放得错落有致 借着阳台偷过来的光 一排绿纸自然而生 简单格调的装饰 看不到一点杂物堆积的痕迹 加上夫妻俩精心装饰 一个巴掌大的房子 却被折腾出新的景象 我很惊讶 你们家真干净 没有一点多余的感觉 老同学笑笑 我俩刚结婚那会儿 家里也乱得很呢 大家都白天在外工作 晚上回来 累得只想瘫在床上 过碗瓢盆 经常一放 能放一周 衣服也是脱了随便扔 反正都回家了 哪还有工夫管这些啊 差不多是 南南刚出生那会儿吧 给她买的玩具 玩了一会儿就随手乱扔 我们父亲俩开始认识到 孩子小时候 模仿能力最强 家里总是乱糟糟的 对孩子影响也不好 所以那时候 我们家就开始 有意识的定期清洁了 看南南的房间 一个小孩子的书架 都分门别类的 马放一致 写字桌上的作业 也都按科目 白方规整 难怪这帮老同学里 经常拿南南说教 自家孩子 看来 言传身教 真的是孩子最好的 启蒙老师 确实 家长如果懒 孩子也轻快不到哪儿去 如果能从小 培养孩子 自己收拾房间的习惯 不但能提高 孩子的动手能力 孩子的生活能力 也会大大提高 前一末话中 知道自己动手去完成 作业不再马虎敷衍 做任何事 都会有始有终 孩子的成绩 自然会提高 所以 当你发觉生活 不知何时开始 变得一团糟的时候 不妨静下心来 好好收拾一下 自己的房间吧 这个时候 带上孩子一起 将桌子上的东西 收拾干净 把被子叠整齐 把地上散落的零件 各就各位 道德经里提到 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攻略 令人心发狂 杂乱无章的事物 会让我们心神不宁 学会定期大扫除 才能告别凌乱的房间 唤醒对新生活的向往 尤其是孩子小的时候 正是培养他动手能力的关键期 不要沉浸在焦虑中 去做手头能做的事情 比如早晨起床 主动把被子叠放整齐 学习如何折叠衣服 并根据季节或服装样式 分门别类 做一次整理 全家每月一次的大草厨 该扔的扔 该捐的捐 清理杂物 让房间焕然一新 心情也能豁然开朗 对于孩子而言 习惯就是简单的事情 重复做 重复的事情 用心做 用心的事情 坚持做 人生就是一场旅程 有山穷水腹的困顿 亦有柳暗花明的惊奇 这一路悠长 把平凡的日子 过得烟火气十足 才不是对生命的浪费 把生的食物煮熟 把凌乱的房间收拾干净 这就是生活的乐趣 这篇文章和大家 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 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再看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晚安 好吗 命运啊 能否改变思想 给我不会坠落的翅膀 在天空 陆里的飞翔 沿着从不平淡的方向 当我高距离想的火炬 天空却刚好下起了大雨 当我面对惊重的自己 越来越感到陌生的恐惧 当我理智要改变世界 才发现世界已改变了灵 当我不再年少和轻狂 是否还拥有追梦的勇气 这传流不息的人生 就像一首初情的诗 曾经写下千言万语 最后还是一张白纸 当所有都随风而逝 心中留下一把尺 凉一凉经过的青春 问一生 到底值不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